1971年,有一座北韩挖掘的高距离古墓深受学术界的关注 它就是水山里壁画古墓 虽然整个古墓严重遭到毁损 但是从残留的壁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高距离时期的生活面貌 水山里壁画古墓修建于五世纪 当时的高距离是名副其实的东北亚中兴国 那么,高距离为何能够成为中兴国家呢? 众所周知,高距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但是仅靠军事力量能够长久维持其地位吗? 水山里古墓壁画圆形复原的图画 将告诉大家高距离能成为东北亚中心的另一个理由 水山里古墓为于平安南道南普市江西区 水山里古墓壁画廓屏 水山里枯木为于平安南道南普市江西区 水山里西南法院计划 四公里处的高景山脚下 该古墓是会有生活风俗图的 风土石式壁画墓 内部由线道和悬室构成 经过两名门将把守的悬道 到了悬室 便可见东西南北四壁 皆会有坟墓住人生活景象的壁画 绘制壁画的高距离人 以莲花等华丽花纹装饰四壁 并刻画梁柱、斗拱和房梁 显得坟墓内部如同木制建筑 进入坟墓 最先出现的是幼池圆环打刀 作福带有棋子的长矛的将领 想必高距离人期盼 以长矛和大刀武装的门将 长久守护坟墓安宁 进入坟墓内部 最先看到的是严重遭到损毁的北壁 整个壁面描写墓主夫妇的室内生活景象 原来北壁上描绘墓主夫妇和男仆 身穿红色衣服和墓主坐在屋子中间的凉床西边 凝视正面 女主人朝东而坐 脸朝向丈夫 墓主身旁站立着三名慈善男士 如今主人公夫妇和三名男士丛的图画 已遭损毁不复存在 画面右边的侍女 身着黑色和红色的上衣褶皱裙 头发盘起 左边是头戴黑头巾的男士丛 恭敬地站立着 像是在等待主人的命令 北壁的人物中引人注目的是 支撑大鹏的历史 这些历史亦可从西壁辨认 因壁画被损毁 画中人物的面容和体态已模糊不清 具体模样不得而知 虽与其他高距离古墓壁画中的 异国面貌历史有所不同 但从炯炯有神的双眼和高耸的鼻子来看 他们应该是西域人 与高距离相距甚远的西域人 怎么会出现在这座坟墓中呢 他说明了当时高距离文化 非常开放和国际化 以至于遥远的西域进行广泛交流 两条菱形条纹长带将东壁分为上下两部分 上面的二人在相互对视 下边的鼓吹乐队边奏鼓边吹牛角喇叭边行走 上面的两个人一站一坐 相互对视 想必是在迎接墓主 有趣的是 二人大小不同 屈膝下跪者被画得更小一些 因为当时的高距离人 是根据人物的不同身份 把人物画得一大一小 下方的人物走在队列前面敲打背骨 吹牛角喇叭的人跟随其后 背骨这一名称有背在肩上之骨的意思 其他高距离壁画中异常见 这骨与今日的骨形状不同 别具一格 悬尸入口南壁上身着黄色衣服 打着日散遮阳的男子们站在坟墓入口两边 好像是要迎接墓主 人物周边会有华丽云纹 坟墓内部亦随处可见这样的云纹装饰 告知人们坟墓内部并非现实世界 而是充满吉祥气息的来世虚幻世界 接下来请看水山里壁画中 最能充分展现高距离生活面貌的西壁 反复绘制黑白长方形的两条长袋 将壁面分为上下两部分 壁画主人公疑似牧主夫妇 带着随从出游观看杂技 牧主身穿类似长袍的袍子 袍子的领口 前方中心 底端 袖口等的边缘有黑线 头顶黑罐 威严十足 女主人涂红烟织 身穿高档绸缎刺绣上衣 和各色布料相接而成的七彩裙 展现了高距离贵族女子 华丽时尚的服饰风格 侍从和侍女 为牧主夫妇称日散 一群衣着华丽的男女跟随其后 与贵族们不同 侍女的穿戴较为朴素 高距离时期不同身份者的穿着打扮亦不相同 对列前方的杂技师在表演各种技艺 据传 这些技艺从西域经过中亚地区传入到高距离 这些同前面壁画中一国面貌历史一起 说明了当时的高距离已与东亚乃至中亚国家开展广泛交流 丰富了自己的文化 与安月三号幕 德星里古墓壁画服饰不同 水山里壁画人物衣着打扮时尚 充分展现了高距离上流社会的特点 展现了当时高距离人高水准的文化面貌 水山里古墓为世人所认可 2004年与高距离时期的其他古墓一同 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位于日本麦阳县的高松墓 壁画中的女子也穿着七彩褶皱裙 与水山里古墓壁画的女主人公衣着极为相似 可以说 这是证明高距离文化带给周边国家影响的宝贵势力 高距离古墓壁画与文献记录不同 它以生动的视觉方式记录了当时的生活面貌 通过壁画不仅可以了解到高距离的强大军事力量 还可以确认高距离以高度的文化水平成为东北亚的中心国 如今被复原的水山里古墓壁画正向当街人们证实了这一事实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